檢舉達人 怎麼會變成檢舉魔人呢 特報焦點 我們時間交給佑佳 沒錯 經常其實 不管是騎車或是開車 我們最怕遇到的是誰 可能就是檢舉達人 不過很多人說 最近感覺這些檢舉達人 已經快變成一股歪風 達人都快變成檢舉魔人了 就有民眾反映說 好像這些很常發生 這個檢舉糾紛的地方 似乎最多是出現在 校園的門口 說有家長就反映了 他到學校去接小朋友放學 通常其實校園的門口 他都是畫這些紅線 但是說像是學校的警衛或是警察 通常他們都能諒解 會給家長接送上一些方便 通常都是勸你 趕快接上小朋友你就趕快離開 但是偏偏檢舉達人不放過 就會趁著家長聆庭的時候 猛拍照片 所以就喘出 台北有一所國小對面 居然駐了一對檢舉魔人兄弟黨 短短四年來 他們居然檢舉的箭數 多達了一千五百多件 說是四年來暴增了八十倍 讓好多家長都快崩潰了 臨庭的時候不堪其擾 他們只希望公權力能夠趕快介入 但事實上 我們從法規來說話好了 過去法規的確有規定 黃線臨庭你不能滿三分鐘 但是經過修法之後 接送未滿七歲的兒童 你可以不受這三分鐘的限制 法條其實在今年的五月 就已經三讀通過了 但家長還是逃不過這些 騷擾式的檢舉 一過閉嘴 你對銀橋國小的私生 有什麼願意可以來 請他閉嘴 警方來了還是不斷咆哮 他就是讓家長頭痛的 檢舉民眾 拿著單眼相機 狂拍靈停車輛 但這邊是小學校門口外 家長上下學接送 全收到紅單 媒體鬥場還動手攻擊 動手拍打不斷挑釁向前擠 住戶家長看不下去 立刻衝上前怒吼反擊 你來了 出來啦 警察進去什麼 火氣會那麼大 原來是檢舉民眾天天在門口站崗 一看到家長在小孩上學 停在校門紅線上 立刻拍照舉發 甚至還在住家外架設監視器 24小時錄影檢舉 我們現在送小朋友上學 變恐懼了好不好 我們也有權力去阻止他 來偷拍我們啊 遭訪的檢舉魔人兄弟黨 近四年來的檢舉次數 竟然超過1500件 和105年相比暴增80倍 家長不堪其擾 檢舉民眾的家中二樓 就裝設三支監視器 要來檢舉家長的違規 而現在交通局跟校方 也打算在這個位置 劃設臨時停車隔 方便家長安心接送 惡行惡狀的衝護校園 說我們噪音 平常也會拿著相機 在校門口對著我們的小朋友 拍攝人臉 現在跟市府協調 儘快劃設臨時停車隔 不再讓接送孩童上學 還得擔心被偷拍檢舉 約著郭先生 林玉均台北採訪報導 好 剛才可以看到 家長們真的是好氣氛 今天要跟我們連線來聊聊的 就是銀橋國小榮譽家長會長 林冠勛 林先生您好 好 是剛才我們也一起看到的新聞 其實說這個以法條上面來說 明明這個林庭的問題 在法規上都已經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 但是檢舉者還是會趁機近距離 來拍攝甚至是騷擾這些小朋友 聽說只有小朋友 因為這樣害怕到哭 那麼請你來跟我們還原一下 當時這糾紛上整個過程的經過好嗎 在無險這樣不合理的狀況 不會等到今天 我們已經透過會堪協調 劃設臨時停車格位 甚至在今年5月通過交通管理法條例的修正之後 大股降低被檢舉查案的這個例子之後 才能開這樣的記者會 今天會開這個記者會是因為 這對檢舉無論的兄弟已經逐漸的失控 造成我們家長跟小朋友非常擔心的原因 就是他在進行他所謂檢舉的過程 他會近距離拿著照相機對著小朋友的聯盟拍 在馬路上追拍跟拍 甚至到校園裡面來打擾活動的進行 甚至還會隔著校門口 拍攝校園裡面的小朋友的狀況跟苦玩 這樣子我不相信有任何的家長 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欣妙你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們真正關心真正憂心的 是這對檢舉無論日間失控的這個狀況 老師那還聽說其實這對檢舉達人兄弟黨 他還曾經直接闖進校園 對著小朋友咆哮啊 那當時警察是怎麼處理的呢 他曾經到我家長非常任內 在我們舉辦校際交流 在歡迎遠從日本 還有花蓮來參訪的小朋友的時候 就趁機闖入 在我們的學校穿堂 大聲的呵斥我們的老師跟小朋友 說我們的聲音音量太大 吵到他 那大家一定會質疑說 那我們校門口的警衛為什麼沒有發揮功能 第一我們所有的警衛都是保全 第二你出來也來不及制止 制止之後也只能請他到校外去 聯絡派出所過來也要好幾分鐘了 這個期間小朋友已經受到驚嚇 外來的訪客也受到驚嚇 他就隔著校門口拿著照鏡機 做他所謂的蒐證 在我接上 耳神會長之前 還曾經在校訓的時候 闖到台上去搶麥克風 大聲呵斥學校的活動 所以 日漸規章的行進 真的讓我們的家長越來越勇氣 老師其實整體來說 可能吃不吃罰單是其次 但是家長其實心裡面最害怕的是 不要再有小燈泡事件重演 那麼請會長再跟我們說明一下 接下來你們希望相關的單位 怎麼可以介入來協助協調 這整體事件呢 請教授有提到 我們銀橋國小 曾經在30多年前 發生了震驚社會的波酸事件 當初造成的43位失身心重傷 這個這一段大家不願意回想起的過去 現在透過這對檢舉魔人兄弟 又再不能把我們喚起這個不幸的基因 這個問題也不是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 要相關單位願意整合 現在所有的機關都有它的本位主義 教育局只會要求學校來處理 警分局會依照現場的標誌標線依法來舉發 這個我們都可以理解 這我們都不會課程 交工處我們提示的說 在高雄市在台南市的學校 畫紅線的區域 他們會新增這個特定時段開放 比如上下學開放臨時停車的號制排 可是我們的交工處跟我們講說 我們台北市沒有這樣的先例 其實它只要在我們物件區域加裝一個標誌 大大的就可以降低檢舉魔人 檢舉成案的可能性 再來 我們希望事故能夠提供給我們足夠的法律資源 對於這個校園周邊的不定時炸彈 能夠給我們 可以當我們的後盾 給我們法律上的資訊 因為不管是北投文化國小 公崇安事件或是內土小中號的 王景律事件 這兩個人在事發前就是社區的頭痛人物 就像今天的檢舉魔人一樣 這個都是我們長期以來社區的頭痛人物 今天到場的記者媒體應該有發現 真正氣氛的不是學校的家長 是周邊的民居 所以我們真的希望拜託肯脫相關的單位 可以重視我們的心聲 讓我們可以預防以後可能會發生的不幸事件 讓我們的家長可以安心的把小朋友接送到學校 好好的在我們學校裡面享受教育 好對林先生你其實剛才也提到那個關鍵的重點 其實檢舉的利益原本是很好良善的方向出發 但是希望不要為了這個檢舉獎金做過了頭 今天也非常謝謝林會長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您 謝謝 謝謝